第四百五十集 至尊怒 改成萧飞猪吧 不留情淡淡的说道 多谢前辈赐名 小的从今天开始就叫萧飞猪了 萧长风居然雀跃的回头 贺道 听见了没有 前辈已经替我改了名字了 以后我就叫萧飞猪了 知道吧 这个矮胖子当然听到了白衣人不留情的话 他自然知道 这个白衣人在目前的中三天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人物 哪里敢有半点不敬 不要说被对方讽刺一句 就算是对方逼着他去吃屎 只怕是他也会欢天喜地的去大吃一顿 绝对不敢有半点犹豫 众人一阵的目瞪口呆 这也是上三天九大主宰世家的人 怎么如此的软骨头啊 唯有魏公子盯着这个萧飞猪眼中神色复杂 这个萧飞猪真是可大可小 阴险毒辣 一旦发现有超级高手在这里 立刻就换了态度 不惜低声下气 只求保住性命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若是不留情现在离开这里 那么这里的所有人 都将会立即遭受萧飞猪的毒手 被他灭扣 他是绝对不会容许这些人活着去宣扬他此刻的卑躬屈膝和无耻嘴脸的 不留情有些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一边后着 然后不留情转过头 看着君西竹 和善地笑道 小姑娘 我知道你刚刚得到一份灵兽精血 而老夫现在要炼药 急需大量的灵兽精血 不知你是否可以割爱呀 放心 老夫不会亏待于你的 君西竹一阵躊躇 心中矛盾 辗转两久 才拿定主意 扬起头来 前辈神通广大 想必现在也能够看得出来 晚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正需要灵兽精血来冲关 虽然对前辈许下的条件 也是禅前与低 但 为时有些为难 楚阳忍不住砸砸嘴 这女子真是太强了 连至尊跟他要东西 居然也毫不脱泥带水 当面拒绝 不留情真的没想到君西竹居然会拒绝 他说出那句话 就想着下一刻就要接收灵兽精血了 正在等着呢 考虑着要给这方什么东西作为补偿 没想到这方居然扔上来这么硬邦邦的一句话 你的意思是拒绝我 不留情皱起眉头 脸上微微变色 居然有些不可置信的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君西竹点点头 是的 晚辈拒绝 他笑了笑 晚辈虽然不知道这极北荒原 为何会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九级灵兽 但料想 定然是与前辈你有关 前辈需要九级灵兽精血 这些九级灵兽就出现了 不留情微微点头 眼帘半合 不错 晚辈同样不知道 拒绝了前辈会有什么后果 君西竹抬起头 坚决的说道 也知道 灵兽本是前辈引出来的 但晚辈若是错过这次机会 恐怕终生都无法进阶了 他淡淡说道 请前辈谅解 魏公子淡淡一笑 踏前一步 与他并肩而立 锐木看着上空的不留情 竟然没有半点畏惧之色 虽然实力上天差地远 远远不如 但魏公子此刻表现出的气势 竟然与不留情 隐隐有一种分庭抗礼之势 虽然我不如你 虽然你是至尊 但你若要动手 我就不惜一战 君西竹不由得一惊 小魏 回去 魏公子淡淡一笑 却不说话 青山飘飘站在他的面前 一旁的萧飞猪 萧长风大怒道 放屁 前辈想要你的灵兽精血 那是看得起你 给你面子 你这臭娘们 真是不识台课 一步跨上前来 竟然就要动手 魏公子冷笑一声 一步踏前 你这肥猪只要再敢上前一步 本公子可以保证 你绝对死在我们的前面 萧长风一愣 阴冷的眼神 看着魏公子 正要出言贺马 天空中突然一道 劲气落下 抓住萧飞猪的脖颈 将他扔了出去 一路上 噼噼啪啪的连续 挨了百十个耳光 到那时 打得一个本来就很像猪头的脑袋 更加与猪头一模一样了 只听见不留情怒道 老夫的事 哪轮得着你这个毫无气节 卑微无耻的矮冬过来管啊 再敢多说一句 老夫拔了你的舌头 萧长风顿时静若寒蝉 站在那里低下头去 眼中闪动着恶毒的神光 却不敢让任何人看到 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哈哈的狂笑 不留情 你可真是长出息了 这么多的九级灵兽 你随便抓上几头也就够了 居然抢人家小姑娘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羞啊 不留情冷哼一声 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军西竹和魏公子 两人毫无惧色 挺直的身躯 全无半点惬意 也罢 不留情冷冷一哼 既然如此 我也不强求 莫要让别人说我以大欺小 脸上虚不好看啊 说完就要走了 毕竟以自己的身份既然开了口 却遭到拒绝 实在是大失面子 不留情已经不想待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 空中一阵气机震荡 又是一个白衣人飘飘而来 白影一显 竟然已经到了场中 温文尔雅的座椅 蒙前辈赵见 晚辈特来觐见 不前辈安好 宁前辈安好 不留情哼了一声 翻了翻眼皮 你们执法者 也需要九级零售吗 为什么也到这儿来了 那白衣人微笑道 非也 不过是这位肖兄 违反了执法者规定的法则 以一己之私来到中三天 晚辈不得不跟过来看看 他顿了顿 又道 至于九级零售 晚辈是一动也不敢动的 不留情哼了一声 瞪了肖长风一眼 这胖子还挺有魅力 居然引动九重天执法者跟踪 肖长风早就已经进入寒蝉 汗流浃背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前脚下来 后脚居然就跟下一个 九重天执法者 就在这时 莫清武躲在楚阳身后 看到肖长风 敢怒不敢言的狼狈样子 再加上他低着头 就整个的更加像一个皮球 顿时感觉好笑 凑在楚阳的耳朵边上 楚阳哥哥 那矮胖子真好玩 嘿 他说这句话声音极小 楚阳也只是隐隐听到 但肖长风是何等修为 顿时听得清清楚楚 他立刻脸色一怒 一道阴冷的目光 射向了莫清武 心道 等这两个走了 老子收拾不死你这个小丫头 莫清武一说话 他口袋中的小东西 顿时也听见了 实在忍不住好奇之心 从口袋里面 探出半个头来 鬼鬼祟祟的 想要看看 那矮胖子肖长风 一眼看去 却顿时就看到 莫清武口袋里头 一闪而没的 小小的零兽脑袋 他顿时就眼睛一亮 那 莫不是 风狐吗 若是得到这个东西 自己这次下来的目的 岂不就达成了 他眼珠转了转 随后低下头去 你可以走了 莫留情看着肖长风 冷漠的说道 莫要以为我不明白 你心中的打算 滚 肖长风肥瘦的身躯 颤抖了一下 晚辈 谨遵前辈号令 绝对不敢乱来 他眼珠乱转 只不过 这个小姑娘 乃是我们家族 严令要缉纳之人 晚辈要将之带走 还请前辈成全 说着 一指莫清武 楚阳顿时大怒 踏前一步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只见不留情 皱起了眉头 看着肖长风 你们家族 要你下来捉拿 这个小丫头上去 长风恭敬道 还请前辈 看在当年与先祖 萧辰宇的那一段 交情的面子上 成全万倍这次 他口中的萧辰宇 正是当初九大世家之一 萧家的创始人 当年曾经与不留情 有过一段交情 只不过不长时间 也就失踪了 不留情 此刻突然听到 万年之前固有的名字 不由得心神一阵畅往 似乎这万年岁月 历历而来 皆在墓前 不由得长叹一声 陈与牧阳不回见 秋夜春波 巨迎风啊 一万年了 好吧 老夫就答应你 萧长风忍不住 心头狂喜 多谢前辈 不留情 冷哼一声 你想要的 不过是他 口袋里的风狐吧 哼 不过 我成全你 因为你提起了 一个一万年之前的名字 触动了我的心境 但是 虽然成全你 却不代表 我就不承接你 倘若天下人 人人都与你一般 当我不留情 是傻瓜 那岂不是很让老夫 没有颜面呢 说着 怒哼了一声 这一哼 如同一记巨锤 凌空而来 萧长风的左肩 突然间粉碎成了一片 惨力的大叫一声 脸色瞬间煞白 他咄咄嗦嗦的 诸谢前辈教训 去吧 萧长风转过头 直起身子 虽然刚刚被废了一条胳膊 但是以他军级修为 却还是不将眼前这几个只有区区亡级的人物放在眼中 顾独行 罗克迪 寂寞 三人长剑同时出窍 满天的雪空 突然间一片肃杀 一股沉郁的雄魂气势 猛然爆发 却是董无伤 缓缓抽出了自己的末刀 顾独行 双眉立起 眉如剑 眼光锐丽如剑 身躯挺拔如剑 长剑在手 连人带剑 在这一刻 似乎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散发着凛然杀意 锁定了萧长风 董无伤双眉一条 如两柄宝刀同时出窍 整个人似乎化为一柄 欲要斩破天地的大刀 身躯微微前腹 便如要即将猎尸的猫子 锁定了萧长风 楚阳上前一步 站在墨清武前面 双手赴后 傲然看着萧长风 剑灵得到楚阳的指示 已经全神贯注 接掌楚阳身体 务必要在一击之内 进出九节剑十六招 灭了这个令人作呕的矮胖子 哪怕在这两位至尊面前暴露身份 也在所不惜 不留情 疑了一声 南南说道 五个上好的根骨啊 有血性 有勇气 可惜了 显然 在他的眼中 楚阳五人 根本就不会是萧长风的对手 但他已经做了承诺 就不会改变 萧长风 凝恶的大吼一声 上 三个人同时扑了上去 上你吗 一个声音突然传了下来 紧接着高空之中一个声音喝道 死肥猪 你敢将你的手指头碰到那小丫头 一个指头 你试试 但这声音有些晚了点 萧长风那肥瘦的身躯 已经扑了出去 要收也收不回来了 换成谁 也是毫无半点顾忌了 因为不留情已经说话了 而且答应了 谁敢阻拦 所以 萧长风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居然还能够横生枝解 他当然知道宁天牙也在 但不留情都说话了 难道宁天牙居然不给面子 这是一定要给的 换成自己 也肯定给 所以他就很利索的扑了出去 带着雷霆万钧之势 所以 他就悲剧了 第四百五十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谢谢大家